主料,西葫芦300克,辅量,油,盐,葱花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洗干净的西葫芦,西葫芦切好,炒不放入适量的油放入切好的西葫芦,西葫芦炒到软后加入适量的盐,加入葱花,加入葱花后翻炒均匀即可,烹饪技巧。 注意火候,要用文火烧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